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师父你就能不烦恼 你不能知道吗 师父你能很清晰的 如如不动的坐在这看着这个烦恼 你也不能 你会被烦恼楼陷 因为被烦恼击败 就陷在这个烦恼 定力不够 功德不够 如果我们足够的话 即使你定力不够 你的功德福报很够的话 你坐在这看着烦恼 你就能看着 但如果太不够的话 最起码你那个三宝没熟的话 你就会浓陷在你的房子 我们总是说 我也做了很多利他的事 就是说我功德也是挺 我也在努力做 我也是一无所有 我怎么对这个世界做功德 好像做功德就是要布施什么的事 不是这样的 有这份心念念不忘就行了 然后呢 对这个世界永远宽容 永远能 就是说能够善良宽容 去人家别人在做的时候 他稍稍有一点点优秀的东西 马上随喜 是吧 人家有布施啊 慈戒啊 或者做什么 马上随喜 不是嫉妒 是随喜 然后呢 那都是功德 打开你的心 那都叫功德 我们做得少 说句老实话 对你修行来讲 你做得少 你是要证佛果 你要把这个鞋带着几十一年的信息 自我的信息消失掉 突破 然后呢 否则这个小我 这个自我是带着信息的 是深深深深深深的信息 信息之流啊 这个自我 你现在要把这个自我的信息 对你不影响 就是夜报嘛 不影响 然后找到空性 因为这些东西 深深深深深的信息 不影响你 你才能见到空性 但是你这么久远的信息 这么久远的 这么进步的期望下 你要从这里别解脱出来 你不受他们的影响 你需要多少功德 需要做多少事 多少善行跟他那些逆越靠 在你没撑到以前 在你没撑到以前 你想稳稳的在这个道上走 每一步都需要功德跟逆越靠 否则你走的就不稳了 你你保什么了嘛 就像十二节台风 红物就把你吹出去 就像这两天的台风 你想定定不住 需要平衡 阿三心 随喜 放下自己的贪称之脉也是功德 改一点点喜气也是功德 马上绝招 自己马上称呼起来了 马上绝招 我是佛弟子 我要成道的 我不行 我功德不可 我赶紧的把这点改了 最起码那一年赶紧转 没有什么定论 称呼起来了转了 嫉妒起来了转了 当下不能 不能这样子 我不能这样想 这不很简单吗 实在说转不了小葡萄 小栗子 这比小季度强 我就不行转不了 我就是不转 是吧 就是不愿意转 能转一面 真的功德可大了 你转了他就快乐了 不是说你转了 你快乐了不是功德四血出来了 你不快乐功德四血 你快乐了嘛 你对空性了之的越透了嘛 不是梦外泡影 你执着嘛 放一下执着 无名就智慧就出来了嘛 放一点执着 消一份无名 智慧就在那 很多人说先从不定议开始 然后比如说 我倒是不定议这叫烦恼 但我好不舒服啊 一定定议了不舒服 看着这也不舒服 我好不舒服 哎呀 头也疼 身体也难受 全身也病痒痒的 他这么难受啊 好难受啊 这也静不下来 也难受 那就出去转转呗 溜达溜达 唱个歌 跳跳舞开开心 反正他把他慢慢的瞧过来 看不清楚就说 但是不要抱怨 不要说为什么这么难受 我一定要个快乐 你就是这个状态 现在在病 现在在不舒服 身心不舒服 感受不到幸福 感受不到快乐 感受不到被爱 或者是被需要的感觉 没有成就感 没有价值感 还有一大堆又烦 谁也不得罪你 然后又觉得全世界欠你的 那种感觉啊 都存在 但是你自己也不定议 也有佛之见 还不定议 但是这个状态不舒服 什么状态舒服 你定议了他不舒服 他已经你在寻找个舒服的状态 你已经在跟他定一样 这个状态不舒服吗 这就是个状态 告诉我 如果你的心很放手 已经习惯了不定义 这个 那这个状态又怎么样 你心定义了 你跟快乐的状态比 你就 其实你全意是 强烈的排斥这个状态 它才会不舒服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呀 我怎么永远是不舒服的 因为你头脑里有一个舒服的快乐的 你病了怎么能舒服 这家伙病了怎么能舒服 他就是喘不过气了 他就是这儿不舒服 凶猛气景 他就是头里边有时候贵阳不舒服 他就是 哎呀 难受不舒服 就是不就气出烂了 是吧 影响你正直接了 是吧 你直接不就在这儿吗 影响你放光了 影响你开笑 微笑了 是不是 影响你什么 他就是难受影响你什么 就像天上飘着快乌云而已 影响我们在这儿怀笑了 你又不是他 你又不是难受 是吧 你不是佛嘛 无处不在嘛 是吧 你又不是难受 你也不是快乐 万切风切都是你嘛 它怎么会影响到你的 想干什么干什么呢 它怎么会影响到你的视线 会影响到你 腰摆 是吧 左边快乐右边难受 影响你傻了 当给难受下定义的时候 比如说 我不舒服 我这是痛苦烦恼 好不想了 我这个烦恼是别人制造的 这都是 你已经不断的不断的在增加你的烦恼 我这个烦恼是因为什么引起了 这又一个定义 我这个烦恼是你招致的又一个定义 我心里很 我真的要恨 我很讨厌你又一个定义 就一大堆定义 定义了 这个状态就烦了 什么也不要 不要去挂钩 我跟这个世界的万法挂钩 你就是个状态 你能体验快乐 还不能体验烦 那不相对出现吗 背景也就是个状态 作词 是个状态 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